大家好 我是陈寗 这一对呢 来自法国阿尔萨斯的 Revival Audio 是一个全新的喇叭 他是 2021 年创立 但是呢 真的红起来呢 算是从去年开始 他其实已经从国外 他的行销就是 28 个国家 我也觉得蛮神奇的 就是像 Fyne 都不见得成长那么快 可是呢 他却一下子呢 就卖到 28 个国家都潜约经销 算是一个 忽然间串起的一个 一个小喇叭 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喇叭呢 今天呢 我就去拿这一对 是他的亚特兰大 5 号 来跟大家聊聊 他的故事 他的结构 他的设计 他的声音 他的搭配 还有 什么样的人 会适合买他 那 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呢 我们先说说他的故事 其实呢 在一开始看到这喇叭 还不了解他的创办人的时候呢 其实我会觉得说 这喇叭看起来应该就是一个 比如说像 Hard Bass 或是 Spender 那样的喇叭 然后他的外形 仿他 但是呢 声音可能会做一些革新之类的 可是呢 整个感觉之后呢 发现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的声音呢 非常的清澈 非常的透明 那听起来呢 除了外形呢 像是这个 Hard Bass 跟 Spender 之外呢 他的声音厚度也有点像 Spender 之外 其他一切都不像 所以呢 后来就认真的去看一下这个创办人 这个 Daniel 先生 他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 结果发现 出乎想像 他原本是 Focal 的总工程师 后来呢 他是 Diodeo 的支撑设计师 所以呢 在他离开 Diodeo 之前 最后一个作品呢 就是大家也非常熟悉的 Diodeo 的 Heritage 那个 Heritage 呢 算是 Diodeo 一个 算是技术的展现吧 因为其实在 Diodeo 的历史上有非常多那种外形的喇叭 不管是以前的 Contour 或者是后来的 Heritage 就是一个小小的书甲 那这是他最后的一个作品 所以呢 在综合他的经验 然后再回到他的声音的时候 忽然觉得 哎 这好像不是我想像的 是要去隔这个 Spand 的心 要去隔这个 Harbass 的 Min 他其实要隔心的对象 应该会是 Diodeo 跟 Focal 所以呢 我们等一下会看他的结构 其实在里面呢 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来自 Diodeo 来自 Focal 的设计 那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先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第一个呢 是他的高音单体 高音单体 他是这个软丝球的高音单体 那谁用软丝球的高音单体呢 通常我们比较熟悉的音波系喇叭的话呢 一个是这个 ATC 或者是像这个 什么 PMC 之类的品牌 但是呢 如果要提到这软丝球高音单体 软丝球的中音单体 其实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品牌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Diodeo Diodeo 的创办人呢 他曾经有说过 为什么他要用软丝球高音单体 因为呢 很多人会这样问他 因为现在我们都流行一些比较硬的单体嘛 比如说像是这个 皮震膜 那个 Focal 的皮震膜 或者是呢 像 B&W 的钻石高音 那钻石高音很多人用什么 Tidal 啦 Karma 啦 也都用钻石高音 那或者是像 Fyne 的这个钛合金高音 那大家都用这种硬的单体的情况下 为什么 Diodeo 要用软丝球高音单体呢 那个时候 Diodeo 的创办人给了一个非常好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的答案 就是人的耳朵呢 他对高音呢 虽然我们都说人耳只能听到 20k 以上 不 20k 以下 但是呢 这 20k 以后的声音难道 我们就听不到了吗 并不是的 他的这个 20k 以后的声音 其实在人耳呢 是一个慢慢衰减的一个曲线 所以呢 对人耳来说 并不是到了 20k 的时候就咔 中止 以上听不到 实际上是一个慢慢衰减的 所以呢 他认为这个高音单体的这个高音频率响应呢 应该要跟人耳一样是慢慢衰减的 而不是一个咔就没了 所以呢 他为了追求更圆润更细致 而且人耳听起来更舒服 更接近大自然的高音 所以呢 从以前到现在 Diodeo 一直使用的都是软丝球高音单体 软丝球高音单体 软软的 用摸的就可以摸得出来 他是可以戳下去的 可是呢 这个高音单体 在这个Revival Audio 的设计师看来呢 其实 真的你要说用Diodeo 的单体呢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Diodeo 现在不出单体给人家做 以前Diodeo 会卖单体给别人 比如说像Cello 的喇叭 他上面全部都是Diodeo 的单体 可是呢 现在Diodeo 不这么做了 他被这个哥尔森学并购之后 其实他有很多很多商业化的考量 所以呢 他现在除了出这种家用喇叭之外 他的主力放在哪里 放在汽车 把这个整体的主力放在汽车音响上 所以呢 他的单体就不再像是以前一样 可能你真的说 他就是不断地精益求精 像他非常经典的T330 高音之王 不再出那样的东西 而是呢 他把好的技术用在这些喇叭上 可是他就不再对外公开这些东西 所以呢 Revival Audio 的这个高音单体呢 虽然他也是一样用这个软石球高音 可是呢 他的整体设计呢 是重新设计过的 他要靠他上面徒步的他的阻尼啊 或者是他后面 他的这个单体后面呢 有一个小小的防绕色的一个小小的塑胶纽 那个东西都是重新设计过 在他的高音单体跟他的中音单体上面呢 都有这个东西 那再来呢 就是他的低音单体 他的低音单体呢 其实你看 他看起来有点像是这个 B&W 的那个科普勒纤维的感觉 但他其实不是科普勒纤维 他是什么呢 他是这个叫做玄武岩纤维 一个你在嗨音响上几乎没有看过的东西 可是如果你是玩汽车音响的 那你一定有听过这个名字 为什么 因为非常有名的 Pioneer 的汽车音响单体 他使用的就是玄武岩纤维的单体 那为什么我会说这个单体呢 其实在上面会看到 Focal 的影子 因为 Focal 呢 他的喇叭单体呢 有一个 我们很朗朗上口的 叫做三明治单体 什么叫三明治单体呢 就是呢 如果你比如说 你把这个 B&W 的喇叭把他打开 你会发现呢 他的那个纤维单体 就是他那个科普勒纤维 或现在 Continuous 纤维 其实后面就是 可能有的时候啦 看不同时期 有的是你可以直接看起来 穿他 有的时候呢 是他后面有贴一块东西 但他就是一个薄薄的单体 可是呢 在 Focal 你现在看 Focal 比如说 Utopia 他的那个旗舰单体呢 他的旗舰喇叭 他上面就有这个所谓的三明治单体 他是在前面 用一个 玻璃纤维 然后中间再一个发泡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竖笔 把他整三层夹在一起 那这样子的设计呢 根据 Focal 的说法是 他可以增加喇叭单体的刚性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喇叭单体 他在震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 肉眼看到 就只是这样子前后的运动 但实际上呢 他在前后运动的过程呢 他喇叭会做一些不规则的抖动 那这不规则的抖动呢 就会造成声音失真 所以呢 很多品牌呢 都是在这个单体的刚性上做文章 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 B&W B&W 为什么他要用科普勒纤维 为什么要用 Continent 纤维 就是他希望可以在这个喇叭的震动的时候呢 尽可能降低他的形变 那降低形变呢 如果你真的要说 那我们做到比较极致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看看鹦鹉螺 鹦鹉螺他用铝合金的单体 就是尽可能减少这个形变 那在 Focal 上面呢 用玻璃纤维 在这个 Diodeo 上面呢 用 PPE 但是呢 在这个 Revival Audio 的时候呢 这 Daniel 先生他是想怎么样呢 他想的就是 我用一个新的材质好了 所以呢 他找了这个原本用在汽车音响上面的 这个玄武炎纤维 他因为玄武炎纤维呢 他算是一个比较新的材质 他的刚性 会比科普勒纤维这样的比较传统的材质 还要更好一些 所以呢 他用了玄武炎纤维 后面再加上一层发泡材质 然后再加一个树底 这样子把他做起来之后 他做出了一个非常轻 非常有刚性的 那个低音单体 所以呢 这个低音单体 非常有趣 很多人看到这种喇叭呢 就会觉得说 哇 这样子箱形的喇叭 又加上 12 吋的单体 那因为呢 过往受到这 Harbex 跟 Spender 的影响 你会觉得说 这个喇叭的声音 应该是比较 就是声音呢 装在铁罐里面的那种感觉 你会觉得他可能会是非常浓厚 非常醇厚像浓汤一样的声音 但是呢 没有 他给出来的声音是非常轻快 这等一下我们会说 那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设计 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设计就是呢 他的喇叭端子只有两个 他没有白外耳 这个东西呢 我必须说呢 这是算是设计者的一个坚持啦 这个其实我也有跟原厂反映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呢 我可以理解 他来自Di Audio 虽然他觉得这个Di Audio 用自始至终就是不做白外耳这件事情呢 我可以想像 可是呢 这对喇叭并没有原厂宣称的那麽好推 虽然原厂说他的灵敏度很高 他的主抗下降很低 但是呢 在使用不同扩大机推的时候呢 还是有明显的低频的量感的差异 我今天用全套IQ-Face的旗舰 用A75 去推他的时候 哇 那低频震撼得像是落地喇叭一样 甚至很多落地喇叭的低频的那个力道 那个punch 还没有他得好 可是呢 今天 我们用个 Prima Luna 小管机的时候 他就展现不出这样的低频了 所以可见呢 他的这个大低音单体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大的低音单体 这个十二寸的超大低音单体 其实还是需要比较大电流的供应 他才能够有比较好的表现 所以呢 这个低音单体 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后面设计的时候呢 可以让他有个百万还是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那这个我其实在 跟这个原厂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有提到 就是关于喇叭测试的一些问题 很多这种在测试喇叭的时候呢 因为他们其实都会进那种去做频率响应的测试 所以呢 他们的整体的三频延伸呢 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三音录的喇叭嘛 他三频的延伸 三频的衔接可以做得很好 可是呢 却会有一件事情 会限缩他们对喇叭的想像 就是 比如说像这位 这位Daniel 先生 他在他阿尔薩斯的家的时候呢 他测试这一个单体的时候 他用的并不是非常大瓦数的机器 所以呢 他设计的时候 可以说 我们把他设计的 三频前进非常的好 声音非常宽松 非常舒服 可是他其实没有想像到说 他的喇叭可以发出 媲美大多数 就是跟他同家会 甚至他两倍三倍的落地喇叭的低频量感 所以呢 他没有去想这个 他觉得说那这样子推其实就很好啦 可是呢 你要知道一对喇叭 当他卖到那么多国家的时候 在每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搭配 就好像Fyne 你在亚洲看到都是搭Accuphase 为主 为什么 因为 Accuphase 在亚洲本来就卖得很好 而且在Accuphase 自己的视听室里面 用的也是Fyne F1-12 可是呢 当你走到美洲的时候 你会发现 Fyne 开始搭什么 搭Macintosh 我最近就看到一个 F1-12 搭Macintosh 的例 所以 当一个喇叭到不同国家去的时候 其实他会搭配的扩大机 那是千千百百种 所以 有的时候 我会觉得 像这样的喇叭 如果他可以提供我们bywire 的选择 不要就是我们就是再怎么样 就只能用一台扩大机来推 其实 会是比较好的做法 那再来我们讲讲他的箱体 这喇叭 我们现在翻过来了 可以看到他有两个眼睛 这是反射孔 那 反射孔呢 可以说是 近年来在设计喇叭的时候 比较常用的做法 为什麽 有了反射孔的话呢 他的低频亮感就可以多一点 有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说像比如说ATC 那样的小喇叭 他是完全密闭式的喇叭 那他的低音呢 就完全只能靠单体的冲层 还有你扩大机的力道 去把那低频振出来 所以呢 在这样的设计下呢 如果他需要更多的低频 他往往箱体就越做越大 大到让人难以接受的程度 可是呢 如果喇叭他可以巧妙地利用这个低频反射孔的话 其实他就可以在相对小的箱体里面 榨出更多的低频 最好最好的例子 尤其是最近 就是Fyne Fyne呢 跟这个Tannoy呢 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他的反射孔设计是朝下的 而且他非常充分地应用他这个朝下的反射孔 所以呢 当他的低频 在同样的箱体 的情况下 Fyne 的低频的量感 他的冲击 他的力道 就可以做得比Tannoy还要更好一些 我们并不是说Tannoy他的低频不好 我们指的是在相同的箱体大小的情况下 所以呢 Fyne 你看他的F112其实也瘦瘦的嘛 可是如果你去看Tannoy的西敏式 哇他很大 一支喇叭就像两个冰箱大 那你家如果放了一对新名是等于四台冰箱 所以呢 这个低音反射口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 这个低音反射口 也是让这一对Revival Audio 的雅特兰大5 号呢 有非常强劲低频的工程 所以呢 这个喇叭 其实 他买的时候还有附两个海面塞 可以塞起来 为什么呢 他就是让说如果你家真的空间比较小 或者是在你家低频真的太多 有点失控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他塞起来 就是让你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其实还是跟这个设计师的家有关 其实呢 我必须说啦 很多人看到他来自法国阿尔萨斯的时候 你就会说 这喇叭必定就是法国喇叭的声音 像Focal 那个样子 当然是呢 我必须说其实 他的老板住在阿尔萨斯 只是因为他喜欢阿尔萨斯 他并不是一个法国人 所以呢 这种喇叭在设计的时候 你真的要说他是在什么国家 他就一定是什么样的声音 其实没有绝对 其实现在的音响 因为他的设计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关系 在过去那种所谓英国喇叭英国声的这种说法 渐渐渐渐消失了 尤其是在Fyne 最新的F1-12S 出来之后呢 还有这个 B&W 的 D4 系列出来之后 其实我可以很直接跟你说 其实英国声音已经渐渐在消亡了 为什么 过去我们习惯的那种非常浑厚的中频 非常饱满有力 粘得划不开的中频呢 其实现在的喇叭已经很少很少人这样子做了 像 B&W 的 D4 他的低频根本听起来就像是 Focal 那种感觉 反应速度非常快 而且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其实英武罗也是这样 只是英武罗他在这么快的反应速的同时 还可以保有他的非常饱满的中频 那结果如何 结果就是一对喇叭450 万 可以买四对这个 800 的 D4 系列的喇叭 所以呢 这个喇叭他到底说 他什麽地方生产是什麽样的声音 我觉得看看就好 真的看看就好 有的时候根本就是那个老板 他其实是别的地方人 他是瑞士人 他是德国人 然后跑去因为喜欢法国 跑去住在法国 他做个喇叭 就是说 这是法国的声音 这是不对的 所以呢 我们真的要说这一对 Revival Audio 的声音呢 是什麽样的感觉 其实呢 我可以说 他的音场其实有点像谁 有点像 MBL 非常有趣对不对 长着这个箱体的喇叭 居然声音像 MBL 怎麽可能呢 可是呢 你真的实际听过之后 你会发现他的音场 他的宽的程度呢 其实就像是一个音墙一样 把你包起来 而且是往这喇叭横向这样子 发出去的 这件事情呢 Find 都做不到 可是呢 这一对Revival Audio 这个长得非常传统 长得像 Spandle 的喇叭 却轻松地做到了 他把他放好之后 稍微做一点小拖音调整之后 他听起来这喇叭呢 会像是消失了一样 他的声音呢 是扩散在整个空气中的 从上面到下面 从左边到右边 非常扩散出去的喇叭 所以他的声音呢 是非常非常有包围感 而且 非常就像是一幅画一样 你拿来听那个爵士的时候 你就好像是爵士的那个乐团 就在你面前表演的那种感觉 而且声音是 撒在整个空气之中 所以他的音场表现呢 很像 MBL 的感觉 就是一个 整个声音 尤其是当你听一些号角的时候 那声音就像是撒金粉一样 撒在空中的那种感觉 但是呢 你说他的声音像不像 MBL 又不像 他声音的本质呢 其实非常像那些 ATC 啦 或者是 Spender 啦 那样子的喇叭 他有非常厚实的 中频 其实呢 我觉得有一个 我看到我网路上一个对他的评论 我觉得写非常有趣 就是他的三频都很厚实 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是你说高频怎么会厚呢 低频会厚 中频会厚 我们可以理解 可是高频怎么会厚呢 可是他就做到了 他的高频呢 听起来就像是 比如说你今天拉小提琴的时候 是一根细细的 呃呃呃的声音的时候呢 他拉起来就是呃呃呃呃 就是比较饱满的那种高频的感觉 所以呢 这样的声音表现呢 你可以说其实有好有坏 好的就是他听起来很舒服 你这喇叭呢 让你听一整天 你也不会觉得累 可是呢 你真的要说坏处是什麽 坏处呢 就是他的线条刻画没有那麽明确 今天呢 你把这喇叭呢 你的toy in 你的整个摆位调整得再好 你的扩大机用得再好 他声音的结像 他声音的线条 都不会有像其他 比如说像我在沙龙这边的鹦鹉罗 或者是Fyne 那麽的饱满 那麽的细致 那麽的这种算是线条分明 他就是一对听起来非常像是在小酒吧里的喇叭 你有机会去像那种爵士酒吧 有几一两个人 一个弹贝斯的一个人轻唱 他的声音是洒满在空气中 你走进那个酒吧的时候 他裡面的声音就是充斥在那空间里 这对喇叭就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呢 他非常适合做什麽呢 非常适合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营业用的喇叭 当你把他放在你的店面里的时候 稍微做好调整 把每一个角落都兼顾到之后 在你的 比如说咖啡店 或者是餐厅里面 每一个角落 都可以听到他发出来 一个非常舒服 非常宽松的声音 可以让你的客人在店里面 都做得非常的愉快 非常的放松 那第二个呢 就是 如果你在家裡听音乐的时候 你追求的不是那种 线条很清楚啦 反应速度要非常的明快明亮 然后完全没有余韵的声音 如果你追求的不是那个样子 而是你追求说 这喇叭放在我的空间里 要非常的漂亮 然后听起来呢 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宽松 可以让我享受一整天 一直到我睡觉前 我都可以用他来享受音乐 那麽这对喇叭 就会是非常适合的选择 所以之前呢 我的影片裡面那位brother 为什麽我后来推荐他用这对喇叭 就是因为 第一个他很漂亮 跟他家非常大 非常漂亮的一个客厅 再来就是 这个声音呢 对他来说会更舒服一点 他如果今天在家办公 在家工作的时候 他可以开着他 不管是坐在他的餐厅 坐在他比较远的书房 或坐在沙发上 都可以听到他发出非常舒服的声音 陪伴他一整天的工作 或者是陪伴他休息 那位brother也非常喜欢威士忌 所以呢 那天我们在喝他的威士忌的时候 我就想 哇 他在他家这样子喝威士忌 然后坐在沙发上慢慢听这对喇叭的声音 真的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做法 非常舒服的选择 就是这样的喇叭 那这对喇叭应该怎麽搭配比较好呢 其实你可以走两个方向 第一个 完全只重视音色 不要去管他的低频 因为其实他的低音单体 虽然我说他不太好推 可是因为 低音单体你架不住他太大 所以呢 他就算只发出一点点的震动 其实他发出的低频量感还是很饱满的 如果说 所以说你的这个扩大机呢 你未必真的要用很大瓦数的扩大机啦 你真的说用一个小瓦数 比如说用个PRIMA RUNA 小小的真空管扩大机 其实呢 搭配他 他可以发出非常细腻 音色非常清楚 非常舒服 非常宽松的 一个非常好听的音色的声音 你拿来听钢琴 拿来听小提琴 拿来听人声的爵士的清唱 其实都非常的舒服 是这样的喇叭 可是呢 你也可以走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呢 这对喇叭 我要他全面一点 因为他天生就有蛮这种细腻 浑厚的这种中高频 然后低频也蛮舒服的 非常的爽快 非常明快的声音 但是又非常的宽松 所以呢 你其实也可以现在用Accuphase 这样子比较大推力的扩大机 把他的三频 尤其是他的低频 把他轻出他的极限 这样子呢 你在听音乐的时候 尤其是比如说听这种爵士的时候 不是有Double Bass吗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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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声音的时候 其实听起来会非常的真实 其实呢 那个Double Bass的声音 他听起来是非常慵懒的 他是一个球一个球 但是同时就让你非常舒服的一种低音 所以呢 要发出那样的声音 其实如果你没听过的话 也可以听听周杰伦的比较大的大提琴 前面那个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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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那样的声音 其实在发出来的时候呢 对喇叭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你如果说真的听过真实的声音 再去听喇叭 你会发现大多数的喇叭都发不出那样的声音 因为他无法同时发出具有弦弦质感的那个低频的前缘 同时他也发不出那个低频的弹跳 那个力道 还有一个声音 一球一球地往你撞过来的那种感觉 可是呢 这一堆Revival Audio 他的这个低音单体 反应速度很快 所以呢 你给他足够的推力 其实他就可以发出这样的声音 让你有非常像是真的在爵士在酒吧的那个现场 那种感觉的体验 所以呢 这一堆喇叭 他本身不贵 因为他喇叭本身就是16 万 你搭配脚架的话也就是18 万五 所以呢 那你的这个喇叭呢 你真的说买了之后 你剩下的钱 你可能原本有个四五十万的预算 你剩下的钱 完全可以拿去给他一个更好的扩大机 更好的训源 甚至呢 你说我今天买一台 比如说Primaruna真空管扩大机搭配他 然后搭配个CD播放器 搭配个黑胶 对他来说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他是一对就算前端没有很好听 听起来是很舒服的喇叭 他跟鹦鹉不一样 跟F112 不一样 鹦鹉如果F112 你只要前端没弄好 他就难听给你听 他是一个非常 有些时候我都觉得是非常真实的喇叭 就是 他的喇叭呢 你只要前面 比如说你扩大机都弄得很好 就你给他播个MP3 不好意思 不好听 可是呢 这对喇叭 他就有这个魔力 就是你给他什么鬼玩意 他播出来的声音都蛮好听 那你说他是不是因为上限不高 鉴别力不足 也不是 就是他天生就会这样 反正他播起来就是顺顺的舒服 其实呢 这个喇叭 如果你真的要我给他一个简短的评语呢 我会说他很顺 觉得这个是很笼统的 人家那时候威士忌的时候也是一样 人家说 这威士忌喝起来怎么样 很顺 那有时候我们会笑他 人家威士忌里面做得那么认真 那么多的风味在里面 你就给一个字顺 这样合理吗 可是呢 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 我们在吃饭也好 喝威士忌也好 听音乐也好 其实追求的呢 就是这个顺 让你可以舒舒服服的 一直吃下去 麻辣锅很棒啊 可是你不能餐餐吃啊 会拉肚子啊 所以呢 我们平常是会追求一些比较顺的东西 所以这喇叭就是这样 你真的要说他去跟鹦鹉螺 去比他的那个劲道 那个瞬间的动态啊 哇 像是听那个 那个看电影 或者是听的电影配合 非常震撼的感觉 没有 太慢 宽松 那你说要去追求 像Fyne 那样子极致的音色 非常极致的结像 没有 因为他不是那样的喇叭 他就是一个让你当一个 就是日常生活使用 日常在听 听得舒服的喇叭 所以呢 有的时候我会说 就算你家里已经有一套主系统 其实这个喇叭 你还是可以再买一套 放你的卧房 听起来非常的舒服 睡觉前 你可以不用买这个那么大 因为很多人的卧房 其实没那么大 你可以买他的三号 之后我再拍影片 我买他的三号 然后晚上呢 听一点 比如说钢琴的奏鸣曲 或者是听一个比较慢的爵士 或者听一个马油的大提琴 哇 非常的舒服 非常宽松的声音 慢慢地听着 睡着 其实是一个非常舒服 非常放松的体验 今天呢 这个REVIVAL AUDIO 亚特兰达五号 我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那之后呢 我再拿这个三号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三号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喇叭 虽然他贵了点 以那么小的暑假 要卖六万来说算是比较贵一些 毕竟他还是比ATC SCM7 贵了 可是呢 如果你以这个品牌 因为他就只有两个型号 就是入门级旗舰这个概念来看的话 其实也是蛮划算的 所以呢 下次我们就来聊他吧 那如果说你想要买这对喇叭 那么在资讯栏里面 你现在点影片下面的资讯栏 里面已经有配好的组合 那如果说 陈寗那个组合我觉得不够好 我预算更高 我要买黑胶 我要买更好的讯源给他 那在资讯栏里面也有LINE 直接传讯息给我 那我来帮你搭配 那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影片下面留言或传LINE 给我 我们之后再来讨论啰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